打赌很多妹子们,到了冬天就开始手脚冰凉,夏天可是给身体打个翻身站的好时机,小编是好小编,是很心疼妹子们的小编。 送上一篇温暖的文章,给手脚冰凉的你,为什么会手脚冰凉?大家可能都知道自己手脚冰凉是身体原意,然而究竟是因为什么呢? 比如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有一个太阳,全在身体里面,温暖全身,然而很多人,由于先天饼腹弱,或者后天不注意,比如吃生冷,盲目结实,熬夜,过度消耗等原因。 消耗了太多能量,导致太阳的能量变弱,那么你现在最远的脚,就会变凉了,之后是手。 所以手脚都凉的话,就说明身体已经是比较差了,阳气不足,体寒重,则为寒大了,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身体暖和起来。 人体寒气从哪来?看武侠小说时候,一般女主角都喜欢睡冰、床、小龙女、花千古,那时的你肯定会有疑惑。 难道睡冰床对身体有意?小编只想说,别傻了,那都是武侠小说虚构的。 而且寒气会通过皮肤进入全身,久而久之就体寒了。 好吧,认真就说了,寒气的来源还有很多。 阔度吹空调或者频繁出入空调房,偏爱生冷食物,冬天穿较少衣服都会引起体寒,使冷天气衣服没干透,也会给身体招揽寒气。 连光脚下床这个小细节,也会让寒气通过足底进入身体,进而游走全身。 哪些部位最柔,一手寒,一双脚,俗话说寒从脚下起,脚是身体最怕冷的部位,肾经,脾经,肝经都体原于脚。 但由于双脚距离心脏最远,血液流经的路程最长,血液供应往往不足,二,膝关节膝关节脂肪含量少,一手寒冷刺激,而且冬天膝关节周围宫血减少,保护和调节功能下降。 寒气筋入时很容易诱发膝关节疼痛,小便默默联想到大冬天穿短裙不穿丝袜的日本学生妹指,三腰部腰部第三怕冷,她是肾脂腑,肾洗温物含,一旦她觉得冷就会立刻闹情绪,反应到身体上就是容易,月经紊乱,痛经等。 四颈部颈部是人体的药法,上层头颅,下街去干,颈部受凉,颈部的大追学为六凉精智慧,所过此处受寒经脉容易受阻,民国时期中山庄即使是下庄,领形设计基本都紧贴颈部肌肤,除了保守夜宿,想必也有避免受寒考虑,一提中山庄小便就马上想到冷清秋, 形象实在深入人心,如何改善体温,一上午一杯姜枣茶,平时一定要多包粥,枸杞大枣大米粥,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能够补充身体经业水平,上午喝一杯姜枣茶,有浮凉吃寒的作用,二坚持泡脚女性朋友,一定要注意恢复皮肾功能,每日用碗叶和生姜适量泡脚,对于缓解手脚冰凉是很有帮助的, 这样做可将筷继续运行,让身体暖起来,三汤绕法四蜜汤四蜜汤是伤寒论中的经典帮技,所谓四蜜就是四肢绝腻,手脚冰凉的意思,服用四蜜汤可以回凉救腻,解决手脚凉的问题,当然四蜜汤的作用不止于此,四蜜汤,干酱,24克制干草,30克生父子父子15克一剂上三味,同煮,大火烧炭, 小火煎煮五十分钟即可饮用,各早晚各一次,每次约三百毫升,当归四蜜汤,当归四蜜汤一来自于伤寒论具有文经散寒,量血通卖之功效,尤其对于女性而言,更可改善公寒,从而调理月经问题,当归四蜜汤当归60克,细心30克,贵枝45克,白烧45克至干草30克, 大早25枚通卷15克一剂上七味同煮,大火烧开,小火煎煮五十分钟即可饮用,各早晚各一次,每次约三百毫升,尽量只是参考,具体治疗一定要咨询经方医生,特别提醒,小到经方视频,以及文章只做教学指导,不针对具体临床治疗, 如果有需要请咨询经方医生,并在专业经方医生的指导下服用